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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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快 皇上抓紧了 不 怒猜该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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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无事 这钟翠宫啊 就是热闹 朕听了就开心 臣妾请皇上安 好 都起来吧 谢皇上 海贵人也在啊 海贵人羡慕臣妾有孩子 常来帮衬 皇上 若是海贵人 能有自己的孩子 那该多好啊 朕何尝不是这么想呢 这 子嗣繁盛 皇室才会兴旺啊 不过 这热闹是好的 永章如今也四岁了 该学会识字了 不要一味地贪玩 不然连带着永皇 也不读书了 回皇上话 大阿阁为了增进兄弟之情 每日读书温课时 孙阿阁也在一旁听着呢 大阿阁还叫孙阿阁识字 永章会认字了 三弟 你看 那中间是什么字啊 翠 好啊 永章都会识字了 永皇啊 你身为皇长子 能教幼帝读书 甚好 皇阿嬷明鉴 不是儿臣永兴 而是三弟资质聪盈 从前 只是邪方殿的嬷嬷们 太过宠爱了三弟 也耽误了十字任务 如今 儿臣只想多教教三弟 以尽大哥的责任 好 永皇纯孝有爱 是二哥们的表率 嗯 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是伺候纯妃的 回皇上 奴婢 是刚驳到中翠宫的 孟娘娘不弃 让奴婢侍奉大阿阁 人倒是机灵的 用心伺候着 是 来 永章 皇阿嬷 教你好好念一个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皇上终于夸永章了 是您跟大阿阁交得好 三阿阁自然讨皇上喜欢了 纯妃姐姐 您应该好好赏 刚才那位宫女 要不是她刚才说的话 皇上今天 还不会如此欢喜 赏 自然是要赏的 可欣 在 把御膳房刚拿过来的 堂中苏老 都赏了这位宫女 她就 回娘娘话 奴婢您叫燕婉 得娘娘尊口召唤 是奴婢的荣幸 可惜 把堂中苏老拿来 都赏了燕婉吧 是 进这边 叶欣燕婉 上回让你查姜与宾的底细 可都查清楚了 摸清楚了 他一听能去冷宫可乐坏了 是吗 嗯 嗯 主啊 是皇上 奴婢给皇上请安 好 朕记得 在淳妃的宫里见过你 皇上好尽兴 奴婢 是伺候大阿哥的 送了大阿哥去尚书房 便往御花园走回中翠宫 不是有心要打扰皇上的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 名叫燕婉 燕婉 燕婉即好啊 南朝的沈曰 在丽人腹中说 亭亭四月 燕婉如春 皇上 这诗念得真好听 可惜 奴婢不懂的 你不必懂的 对了 你姓什么 奴婢卫氏 满洲正皇旗包衣 卫氏这个姓氏 倒是普通啊 但出身上三旗 身份不算低 奴婢虽是正皇旗包衣出身 但阿满没得早 也没有争气的兄弟 实在 算不上好门帝啊 门帝的高低 长辈留下来都不算 是要靠自己去争的 争出一副好门帝 皇上 奴婢一个弱女子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朕记得有句诗 欢愉于在今夕 燕婉即粮食 公寿皇上 看来 宫里要出第二个阿弱